昨天啊本来是昨天播出的啊 你知道为什么没播出啊 为什么 其中有一个人打了八次电话 另外一个人是打了四次 你知道打四次电话是谁吗 给白宫 习近平打了四次电话给白宫说 一定不能播出这个 否则后果自负 知道吧 谁的后果自负 知道吧 所以大家知道啊 这个里面啊 习近平打了四次 习近平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白宫 白宫给福克斯某某人 因为白宫里头现在也有中共的 明白不 知道吗 我之前说过 知道爆料革命的背后的力量 很多事情 我们从啊 这个4月29号 我之前跟大家做节目说 我说 咱们这个英雄客家来到美国 绝对的啊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因为后面会揭起一系列的那个啊 来回头 英雄客家都可以说 文贵先生怎么啊 怎么那个法治基金怎么 很多说法治基金 我告诉大家很多 大的事都是法治基金 在默默的做 但是会 很多事情不会 不宜公开 因为这里都签审面太广了 知道吗 啊 然后 昨天打四次电话 后面 到包括啊 策略的研究啊 到底 先怎么 后怎么 然后 所有的要过五关 斩六将啊 你知道英雄科学家 你的英文要好 你得见很多很多人 知道不 这些人每次都要说一遍 一说都是五个小时 都有 FBI最顶级的 生物专家 说完以后 很幸福的回去了 这是百分之百 我告诉大家 专案最最顶级的 FBI第三把手 加上FBI最顶级的 生物专家 跟咱们科学家 直接啊 就纯舌论战吧 咱们叫做啊 几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是不是 很幸福的回去了 哦 那是 就是这样 是不是 然后还有 司法部最顶级的律师 知道吧 一样的 还有 某生物实验室啊 也是顶级的 生物专家 白宫最顶级的 全部都过的 知道吧 你以为 很多事情啊 像伟类 他们傻 天天在这里造谣 就可以 你在美国就可以 忽悠的 能伤得了福克斯 啊 大家想想 脑子也想想 知道吧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你只有 还有托尼不赖啊 是不是 对 托尼不赖啊 百分之百的 你说我没经历 我没发现 但我全部经历 知道不 我一点 所说的 真的是十分之一 都不到 很多是慢慢的 一点一点 知道吧 今天啊 明天你看吧 福克斯 什么鲁道布斯啊 都会根据这个 做很多评论节目 或者明天啊 这几天 都是这样 知道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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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